二十幅巨幅的碳粉人像作品 展现艺术家对这项记忆的现代诠释 佛工生极乐四中文馆举办 圆梦罗亦成碳粉人像作品展 来自香港的艺术家罗亦成 从拾半世纪前的碳粉人像技术 更透过自学解剖学来深化其作品的生命力 在画这个碳粉人像的话的时候 其实我刚刚开启我也讲 应该用美术的解剖 不过在画下去的时候 我觉得美术的解剖也不够我用的时候 我就看很多医学的书 我自己去看好像面上上面 其实三叉行经还有眼睛的流泪的过程 是有什么的变化 令到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流泪的那个过程 然后才可以说一个面上的那个故事出来 所以里面不只有美术的知识 还有其他的知识加下去 展览开幕式上贵宾云集 气氛热烈 罗亦成在五年前曾绘制星云大师的法下 并深入研究人间佛教的思想 我还喜欢用画来说故事 所以里面就不可以只有看一个照片去画 罗亦成与观众分享其独特的绘画技巧 艺术理念以及感人的人生故事 让不少观众分享这是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碳笔画让我们为之惊艳 因为能够透过黑白的颜色 然后无师自通在自己专研之下 把我们欣云大师的画像 甚至是他自己透过这个看到电视里面感人的这个眼神 然后把它记一下来 然后我们要述成他的碳笔画的这个呈现 都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在黑白之间也能够展现出各种学问 他就是天上的佛祖拍下来 让我们能够去看透人生 从画作中看见人生百态 也感受艺术无国界跨文化的交流 我叫我有所谓的妙观察制 转世层次的话 就会有很多的智慧 感受画作人物中带来的智慧与生命力 透过碳粉这独特的媒介 罗易成将东方荣文精神与现代艺术技法完美融合 展期即日起一直展到十月底 十月底也将举办教学课程和艺术交流活动 欢迎有兴趣的学校和艺术单位踊跃申请参与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